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今天说点点国际性的话题 就是台湾的总统初选 你!你! 政治不正确,国际性 那还不是国际性? 不是的,在北京发生也是国际性的 我们香港人常常觉得香港就是香港 香港意外的东西就是国际 其实我们难得关心海外的东西 就是在香港领海意外的东西 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考虑 两岸国际有时都很大办 现在最主要是说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很讽刺 现在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决定推迟初选 你就会看到在所谓反正英和民粹政治的情况之下 很多旧有的规则再没有意义 为何以前要这么早初选? 以前互联网不是这么普及 又或者政治人物的支持率很大 你早点做是好事 因为有很多可能都是组织式票或者印象票 但是现在因为 你一个星期之间 你已经可以由天堂变成地獄 或者是一个好人变成坏人 你太早做初选 你会发觉是没有一个很准确去判断 那个人是不是适合代表 原先的人就个个都罵 你民进党说支持民主 你干什么搞到要洗横手推迟初选? 你没有说国民党也是以前的推迟? 那我就不太判断这个 为何呢? 早选这个就是香港的民主派行建制派行建 国民党摆明是这样的 国民党一向都是计划民主的 国民党一向都是计划民主的 你民进党你才计划另一样东西 对于民主派行建制的 就是民进党站在道德高地政去研究 没错 你卖这东西的 你不可以突然间放弃了你卖那东西 国民党不同 国民党摆明就是贱 对不对? 摆明就是 这是你的印象 国民党内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有民主 但是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很多东西很有趣 我看看周英大使想说哪些东西 第一样当然 就是之前韩国瑜来香港 引起了牵连大波 如果你没有留意 网络世界 因为现在港独派和本土派都是很弱势 你不会特别留意到 你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他们会成为一个政治或者是一个世代斗争 你没有想过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会令到我们香港的本土政治的组织分裂 而最搞笑的是什么 这个人分分钟 最后都是不能选台湾总统 你怎么看韩国瑜和郭台铭这个现象呢 我首先觉得香港那些人 我很不喜欢本土派和港独派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很少家 很小事就罵得很大 你们不敢去做大事 格格很小 我客观说 小事化大的人会不会是黄毓民 黄毓民也是 他都包括了本土港独的圈子里面 起码是本土派的圈子里面 如果我是他 我和他是好朋友 但是虽然大家闹过 大家常常都为了这件事 但是问题就是 你没有需要为那些人去打黎章摔角 那些人跟你是不同的 level 那你跟不同的 level 的人打黎章摔角 你一定是张的 我从来都是跟高级的人打黎章摔角 我没有跟下面的人打黎章摔角 他只要给我的黎毓民是一块面 我都是抹的 他整件事不要那么小格格 整件事韩国瑜来到 关你什么事 你自己做这件事 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 为什么为了一件这么小的事 就去大家大动干戈 做那件事的格格很小 我的看法就是 我们很多人都将焦点集中 在韩国瑜和中国没有关系 他们永远都不会去看韩国瑜和美国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看到一个台湾的政客 他没有可能是卖台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而是因为他背后有太多政治势力 或者国际势力 是不让他卖台的话 这件事其实就没有什么原因 值得去做黎章摔角 其实没错 但是台湾在法律上 其实就是日本放弃了的地方 现在还是一个无主沽地 但是中国就不承认他不平等条约所有 所以才能够承认他对台湾的任何主权 问题就是整件事 在美国心目中 台湾根本上他还是一个托管的地方 是美国托管的地方 是 中华民国暂时托管 给中华民国 因为日本放弃了 但是那个地方就是无主沽地 所以根本上美国 法律上美国除非打仗 就不可以放弃 所以到最后韩国瑜 你说多亲中 说来说去 到最后回到美国 国防归美国 这是一个事实 韩国瑜没有资格去统一 蔡英文也没有资格去香港独立 根本上是一个危问题 根本上是美国想怎样 中国说想怎样 美国麻烦了 搞那么多事 反正他不是想要 大家先保持 整个台湾局是怎样 然后大家做一个很错误的投射 你幻想 这个台湾就是香港 他就来被人殖民了 有单程证了 接着大陆人去完 台湾住 接着就会推翻台湾民署政府 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 没有发生 你想想 如果你是美国 根本上 不要说你转公 就是这么说 其实他有一个说得很清楚 美国他说 如果台湾做到 你真的要走一条路的时候 不符合美国 美国是他不喜欢的 美国就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 他说过的 他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行事 什么叫美国国家利益呢 你明白吗 他不会那么顺单 台湾的问题 是只有打仗才能解决的 是没办法解决的 你想想 如果你一翻开整个地图 你会发现 第一岛链在这里 他没有了台湾 中国就如横行霸道 就在那里 那个海的洞 就是进出太平洋 没错 根本上是没有可能会放弃台湾的 在军事上 你们说什么 其实就是经济上 同同大陆融合 大家同不同 同不同 同不同这些 大陆人 这些 那么衰的人 去做生意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是不牵涉到 独立 统一 那些问题 现在郭台铭就出来选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说明民主就是这样 其实你不需要为香港的分裂 再分裂感到伤感 因为在台湾也是一样 每当一个政党 他觉得自己有机会赢的时候 他就会分裂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赢 为什么不是我 而是你去做这个赢的总统 这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国民党 现在发生的事 所以你在笑 就是中国人的亂根性 就是全部在台湾上反映 我经常觉得那些人对台湾有 过分的fantasy 过分的fantasy 就是你看见民进党 国民党 他做出来上台之后 全部无论哪个党上台 都是一团垃圾 当然有些人捧阿文哲 但是不知道阿文哲会不会做这些事 阿文哲自台北 应该是普通的 但问题就是 他至少未显示出这种 无端端打上台 一执政 然后就乱来去贪污 然后大家为利益 然后就分裂 就是九咬骨 暂时来说 至少民进党和国民党 原来都是一样的 民进党是国民党教出来的 两个原来是相同的 国民党当然就是 我觉得民进党好少少的 起码那些老师 都肯捧蔡英文出来做总统 不过那时候 他可能觉得蔡英文未必赢到 所以就无所谓 现在蔡英文 因为勢是可以连任 所以賴清帝就觉得 我没有理由再忍你了 是否这样 我觉得不是 因为蔡英文的时候 蔡英文的时候 孤热是未必赢到 但是后期的时候 蔡英文输了第一次 输了地方选举 然后再赢的时候 那些国民党很烂 到后期已经是赢了 其实本身 我觉得 以我来说 我觉得民进党可能更差 就是民进党可能更差 你觉得在中国的政人 正宫廷斗争的列根性里面 民进党比国民党更差 其实我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人 我很简单的诺施 我觉得民进党需要国民党 共产党也需要国民党 国民党需要军阀 军阀需要清朝 真的很保守 我经常觉得 应该是由推翻满清 那一刻已经是错了 但是要问回你 现在我们说 国民党有两个人争 其实我自己觉得 基本上都是没有机会的 只剩下郭台铭和韩国瑜 你怎样看他们两个出来 争取总统候选人 你觉得谁会争取 以及最后谁会 是否会赢到台湾总统呢 因为变数太多 但我以为国台铭会争取 因为韩国瑜脱离不了国民党招牌 但国民党招牌来说 其实所有大佬都要用韩国瑜 只不过大家 所有后一代 为什么他们要用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为他站台 因为在韩国瑜站台的时候 他都会选到 我认为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郭台铭所拥有的资源多些 所以他在 就是钱多些 整个国民党 因为他钱多些 所以国民党的资源关系 那些老师不大全部支持他 那些机会会大些 但是如果真的 大家集中资源来选 韩国瑜是会赢的 肯定赢的 但是国台铭就很难说了 因为韩国瑜肯定可以 如果当初国台铭出来的时候 是可以能够集合 全党的意愿 全党的意愿 兼且 是他可以挖到民进党的部分 因为民进党台南、高雄那些 本来是民进党票来的 他拿到台湾总统一部分贴票 三、四成贴票 他拿到很多 郭台铭就因为有仇伤派 不只是仇伏 不只是仇伏 他就只能拿到男人票 最多 他肯定拿不到陆营的票 所以他辞了一张 郭台铭一出就辞了一张 郭台铭出已经未必赢了 即是郭台铭出已经未必赢了 即是变成了南陆对决 但韩国瑜不同 韩国瑜出到男人赢了 然后再陆营 你挖了人家的仓底 你挖了人家的高雄台南 依然你有对方的票 那你就赢了 韩国瑜接近赢了 但是郭台铭就很难说 就接近输 我只能这样说 要看陆营分裂是什么 因为陆营的票比男人票多 当然就是中间游泥票 正是贴票 陆营票多些 所以陆营票多些 而男人贴票少些 那你无论而输 游泥票 中间票多多少 最后总结 我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太多人用目前那一刻的民调 去推断 最后有哪个人可以取初选勝出 或者哪个人最后可以赢到台湾总统 我觉得是太早 越早期的民调 其实越不准确 因为大家都未落手落腳 实牙实耻投票 其实他对民调的反应 我觉得是有些迟钝 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现在分析是不是 用国民调的分析 只是一个问题 我们只能够这样放析 但它有一个大的轨迹 你始终都会觉得 蔡英文在连任上面 会有一个优势 有很多人就忽视了这件事 今时今日你说 郭台铭贏或韩国瑜贏 我觉得是太早 我觉得是韩国瑜贏 郭台铭是很难 第二件事 就是郭台铭的兴起 因为今天不足时间说 我觉得是很像特朗普 香港有很多本土派, 現在都很拜託特朗普 但你記不記得當時特朗普出來選 甚至選到時, 大家都說他一定將美國賣給俄羅斯 他一定是通敵, 通俄門 現在你看, 特朗普是上台 他有沒有賣了美國給俄羅斯 他好像跟俄羅斯砌得更厲害 又退出中程導彈條約, 又繼續制裁俄羅斯 所以你說韓國瑜和國台銘, 特別的國台銘 你經常說他這麼多生意在大陸 他做了台灣, 還是賣台灣給大陸 他做了台灣總統, 他就會發現台灣很值錢 不是那麼容易賣給大陸 你要賣國, 其實你未做到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答應, 好像孫中山那樣 但當你做了總統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之前答應的賣國條款 你每一樣東西都是不捨得的 這個就是一個差別 好, 現在就到這裡